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同时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17年和18年对于17章的内容都会跟第16章本量力分析区做一个结合 考察了综合题的内容 如果考综合题 它其实是比我们前面去考第5章的投资项目的资本预算要简单一些的 简单在哪呢 它不需要考虑任何的货币时间价值 你就没有折线的那个过程了 那再者它也不存在去考察什么七出七中七末 这种这样的乱七八糟的现金流 对吧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如果真的出现在了综合题当中 实际上是降低难度了 所以如果考了 那你就应该庆幸 它肯定不会特别的难 好 这是我们先给大家这个铺垫一下 然后我们来说第八世纪 这部分的内容 第八世纪其实整体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知识点 大家需要把握住就是相关和不相关成本的一个区分就好了 那么在区分这部分成本的时候 我们讲过一个关键的方法 就是你不要去掌握这里的相关成本 相关成本太多了 对吧 你可这个跟某个项目相关的这种成本 你要列举的话 那简直是无穷无尽 那问题就在于 如果相关成本太多了 那么不相关成本咱们能不能把握住 所以把握住了不相关成本 剩余的就是相关成本 对吧 用排除法 所以这里面有关于沉默成本 不可避免的成本 不可延缓的成本 和共同需要去分担的固定成本 这些都是不相关的成本 你在决策的时候不需要去考虑它们 剩余的 什么这个可延缓的成本呀 可避免的成本呀 这些都是叫做相关成本 所以你只需要把不相关成本把握住了 剩余的其实你就自然而然出来了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第八十季 八十一季呢生产决策 这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这一整个这一章节当中 最重要的内容就在这 那还要解决的 第一的是整体的决策方法 决策方法这三个单纯直接去考察它 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 因为这些都需要带到后面的具体场景当中 然后去进行分析 所以呢 这个部分就是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思路 所以我们后面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分析差异利润 我们可以去讨论编辑贡献 我们可以去重新分析一下 细节前利润的这个计算 那么到了具体场景当中 到底我们用哪个指标 到底我们要算什么 这个才是关键 所以决策项目开始 这个部分需要大家百分之百的掌握 第一个亏损产品是否要停产 我们要算什么 我们的决策指标是什么 我们的决策指标是编辑贡献 只要编辑贡献大于零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项目还能够帮我去分担一部分的固定成本 对吧 因为我们整个的细税前利润 其实一部分是在分担成本 一部分是在帮我们创造利润 所以你不能创造利润没有关系 你是亏损的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你的边境贡献是正的 所以你可以帮我去承担那部分 弥补固定成本的这个缺陷 对吧 你能帮我把固定成本的弥补掉 哪怕你不帮我创造利润也没关系 对于我企业来说 整体还是更着效的 还是盈利性会更好的 所以只要你能够提供正的边境贡献 你都不应该在短期内停产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零不见 我到底是自制呢 还是去外购呢 这个决策指标是啥呀 自制也好 外购也好 都是花钱的事 对吧 所以本质上你的决策指标是相关的成本 那我要选的是相关成本更低的那个方案 所以我要去考虑一下自制的相关成本包括什么 外购的相关成本是包括什么 而在这里面 尤其你需要注意的就是一些机会成本 对吧 在这里面的机会成本 在题目条件当中经常会要有一个前提 比如说有没有剩余产能 剩余产能能不能转移 对不对 剩余产能无法转移 请问有没有机会成本 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 假设你在题目条件当中看到了我有剩余产能 但剩余产能无法转移 请问这个时候有没有机会成本呀 没有 那剩余产能可以转移呢 这时候就有了 那就看你的剩余产能原本可以用来干嘛 然后你干的那些事能够创造的收益 就是你把这些剩余产能利用掉之后 那么它所需要承担的那部分机会成本 所以这是我们所讲到的对于零部件的自制和外购 你需要尤其注意的地方 然后特殊订单要不要接受 这个决策我们要分析的是啥呢 是相关损益 这个相关损益 既包含我们订单所提供给你的编辑中线 还要包括因为我接受了这个订单 所造成的相关成本的增加 所以这两部分同时考虑完了之后 才是最终对于损益的一个影响 相关的这个损益 如果最后增加是大于零的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整体是有利可图的 那你就可以接受这个订单 所以在这我们仍然也是要去考虑的 就是你后面这个相关成本到底有什么 你接受一个订单 是好像是我这个越多越好 对吧 这些企业不是接大的订单越多越好吗 但问题是你这企业产能有限 你就只能生产800件 你现在手头上的再手订单已经有600件了 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特殊订单 要求你生产500件 相当于你一共要生产1100件的商品 但你只有800件的产能你能不能接这个订单呀 你能不能吃得下这个订单呀 对吧 你就得权衡一下了 假设咱们接了这个订单 接了这个订单之后 请问那500件你怎么给人家供货呀 那你就要去考虑一下对现有生产的这部分的影响了 你现有的这个500件是不是或者600件 你是不是就生产不出来那么多了 因为你为了要去接新的订单嘛 所以在这我们要去考虑对原有的那个生产量会不会有造成影响 对原有的那个接单的那个整体的水平会不会有造成影响 那影响之后把这些综合考虑进去 你这个特殊订单再去接受的时候是不是有利可图的 这是我们所讲到的对于特殊订单的接受 特殊订单的接受 它本质上其实是对于剩余产能的利用 如果你利用好这部分剩余产能可能是可以帮企业创造收益的 但是如果你这部分剩余产能利用的不好 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也不见得真的有利 所以在这我们要去做一个评估 这是特殊订单是否接受 再往下走 约束资源的最优利用 约束资源的最优利用一般情况下都是企业 比如说我就有一条生产线 这条生产线供我所有的产品生产使用 但我那么多的产品 然后每个产品都有固定的需求的市场 这个产品要1000件 那个产品要800件 那个产品要1万件 我如果所有的都满足市场需求 我这一条生产线根本就负荷不过来 所以这就叫做约束资源 因为这条这个资产或者这个设备 就是这个生产线 它的产能是有限的 它只能去提供 比如说全年1000个小时的机器工时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把所有的产品拉出来 去排排序 到底我应该优先生产哪个 后生产哪个 那把这个排序购完了之后 我们再去看 那我们优先安排生产的那部分的产品 它需要消耗多少些的资源 然后剩余的这个资源量 我们再去安排给第二位的产品生产 第二位的产品生产把这个资源消耗完了之后 如果还有资源剩余 我们再去安排给第三位的这个产品生产 对吧 所以我们是会按照一个生产优先顺序 依次去消耗这个资源的 所以第一步是要确定生产顺序 第二步是确定每一个产品它所能够在这个安排顺序下 消耗的资源量或者生产量 这是我们在整个约束资源最优利用下面 我们在核心确定的这个方向 然后最后我们要去计算的 其实是这个 怎么去安排优先生产 确定的那个标准是什么 是你消耗单位约束资源 你能够给我带来多少的边境路线 所以不是看那个边境路线绝对的大小 是看你消耗单位约束资源能够提供的边境路线是多少 这是一个生产效率的问题 所以我们优先安排的是那个单位约束资源边境路线最大的方案 这是优先生产的次序的考虑 然后呢最后一个方案其实就是产品要不要深加工 这里面我们最后计算的其实也是一个差额利润 因为你深加工之后肯定是因为我深加工之后那个产品 能够把价格卖的更高 所以我才有动力去做深加工 对吧 你深加工了半天 你投入了半天 结果产品卖的更便宜了 你说你去深加工它干嘛 对吧 所以肯定是会创造更多的收入 所以这是深加工所能够带来相关收入的增加 同时你深加工深加工就得有投入 投入就会有相关成本的增加 所以你要把相关成本增加考虑进去 两个一减 减出来看一看我深加工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利润 如果你深加工所带来的差额利润大于零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深加工 如果小于零就别深加工了 白费功夫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整个在生产角色当中 可能会遇到的不同的场景 然后在决策指标的层面上 在决策原则的角度上 我们如何去进行考虑 考试的时候有可能会涉及到好几个项目 我们放在一道题目当中来考察 也有可能就一个决策项目 然后我们去分不同的情形来进行考察 都有可能 所以这是我们的生产决策 好 再往下走 那么对于通商绿卡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给大家稍微总结了一下 在做这一类题目的时候 你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坑 第一个呢就是题目条件当中 他会给你写说这个剩余生产能力能不能转移 如果可以转移 那么就意味着说在这里面是有机会成本的 你得去考虑它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在考虑零部件自制和外购的决策的当中 我们是只考虑相关成本的 大家看到了吧 就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 你的决策指标是相关成本 而不是相关损益 那不是相关损益就意味着我不考虑收入 那不考虑收入的原因 是因为在自制和外购这个过程当中 往往这个决策它不会对收入产生影响 我都是生产100件商品 我要讨论的是这100件商品 我是自己去生产 还是到外面去买 对吧 这100件商品对应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部分 或者这个产品 它所需要的零部件 我是自己产还是从外边买 但它本质上并不会影响我最后就生产出来110件 生产出来120件 不会 就整体的产品的数量不会发生变化 所以收入端基本上是不会有影响的 质量的层面上我们也不讨论 说外购的质量就比自制的质量要差 没有这回事 所以质量是统一的 我们的数量也是统一的 那在收入的层面上影响应该为零 所以真正影响我们决策的就是成本端 所以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特殊订单是否接受 我们要关注的是 你的产能够不够去接这些订单 如果你的产能不足 那么是会影响到你的正常销售的 那所以对正常销售的影响 请大家务必注意 要放到你的相关成本里面去考虑 千万不要觉得说影响正常销售的影响 那跟我决策有啥关系 有关系 要放到相关成本里面去 就这三个点 希望提示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了 那这是第81级 然后接下来82级 定价决策 定价决策这部分的内容呢 更多的是以我们的特专级的形式来进行考察 所以大家简单的去了解一下我们不同的定价的方式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产品定价用成本加成定价法 这边有完全成本加成和变动成本加成 所以它在于是说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价格是站在什么角度上去加的利润 对吧 所以我第一种角度呢 是站在产品的制造成本的角度上 再去加非制造成本和合理利润 第二种角度上 我们是在变动成本的基础之上 加固定成本和合理利润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 但是其实都可以去定价 第二个呢 就是市场定价法 参考市场上的定价来定价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第三个是新产品 我们在上市的时候 到底用什么价值策略 第一种价值策略叫做高价策略 也叫撇纸性定价 第二个价值策略叫做渗透定价 也叫低价策略 所以相当于是说 我们刚上市的时候 这个新产品 到底我是让它一个高价去打市场 还是一个低价打市场 本质上目的是不同的 我们用高价打市场 是为了在短期内去获得这部分的利润 就是我们在短期就可以把整个的收入和利润都做起来 那么在后期比如说市场上的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 整体的这个产品的同质化更加严重的时候 那么我已经没有可能再去卖这么高的价值了 对吧 所以就像我们经常有些电子产品 你会发现它往往都是采用撇纸性定价的 就刚刚上市的时候整体价值都比较高 因为它独特性很强 但是这个行业有的特点 比如说你看我们经常会看到苹果的手机对吧 刚上市的时候价值都很高 你过了它比如说12 iPhone这个12出了 13出的时候12不就降价了吗 然后14出的时候13和12不都降价了吗 对吧 所以它叫撇纸性定价 前期价值很高 然后后期呢可能会价值会逐渐降低 原因就是刚上市的时候 它这个产品是具有独特性的 逐渐独特性就会逐渐减弱减弱减弱 减到它没有什么独特性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还身处在一个更新迭代特别快的行业 所以很快下一个版本就把上一个版本给迭代掉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就需要在短期内能够把收入和利润给做好 所以就用撇纸性定价 还有一些产品 它是采用渗透性定价的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目的是不是看短期 你看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定价方法 它是看短期的 而我们讲渗透性定价 它是看长期的 也就是说我不在意这短时的输赢 我不在意这一年两年的输赢 我在意的是 我在这一年两年内 我能不能把我的产品使用门槛降得足够低 让更多的用户可以去体验到这个产品 能够理解这个产品的价值 然后能够跟这个产品建立好这个联系 能够信任这个产品 能够信任这个品牌 然后再建立好这个信任后期 能够逐渐的去让用户愿意付更多的这个价值 或者说我能够把产品的价值提的更高 让大家能够去认可这个价值 所以它其实是在整个后期的 正长远的这个市场当中 能够把价值逐渐的往上去抬 所以它看重的不是短期而是长期 所以它前期为的是占有那个市场的份额 为的是通过低价去把这个市场渗透进去 所以它叫渗透定价 它也是一个低价策略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新产品 上市的时候整起了两种价值策略 就看企业到底它身处的环境 你的行业 你的产品的特性 你的目标分别是什么 它的定价策略可能会选择不一样 这是这一点 然后在闲置能力下的一个定价 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简单的公式 我们的变动成本 会用这些职业材料 加职业人工家变动制造费用 加变动的销售和管理费用 然后目标价格呢 其实就在这个变动的成本基础之上 再去加一块成本加成就好了 所以这是我们所讲到的 对于整个定价的策略 大家简单了解 主要从特软级的角度上去把握就好了 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就把整个第四模块 给大家给结束了 第四模块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模块 里面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多 所以呢对于大家来讲 消化第四模块内容肯定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对于飞越必刷题的提量也相对更大一些 我大概算了算应该做那一套 飞越必刷题第四模块的题目呢 大家你需要花四个多小时的时间 所以大家也可以把第四模块内容把它拆出来 对吧 我们也是拆在不同的这个课程当中去讲的 我们上节课讲了一部分 今天又讲了一部分 上节课如果你的那个作业及时完成了 那这节课你的作业压力就不会特别大 但你看上节课你要是作业落下了 没做 这节课你来想一想你的作业压力是不是就大了 第四模块整个这一模块的内容就都需要你去完成 当然这部分的作业量是相对比较多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能够合理的去平均下你的时间 不要把这些作业都累积到最后那一天了 你也做不完了 其实没有那么多 我们算一算那些所有的飞越必刷题 你每天花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一周左右的时间 这个飞越必刷题你就做完了 你自己算算 我们都给了建议用时的嘛对吧 你自己算一算 其实一周左右的时间你每天花这一两个小时是肯定能够做得完的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当然如果有同学说这个我一年备炒好几颗对吧 那你可以把这个时间拉得再长一点 因为你一年备炒好几颗你就得付出更多的时间 你比一年只备炒一颗彩转的同学 你当然就天然你就要付出的时间要更多 人备炒一颗彩转的同学每天能抽出来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做题 那你要备炒两到三颗 你是不是就得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做题才有可能通过呀 所以这是成正比的 所以大家合理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主要的这个我的建议呢 就是大家别堆到最后一天作业也做不完了 对吧 上课听课效率也不好 所以还是平摊到每天多做一点 每天做一点 每天做一点 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 哎差不多都进度都赶上了 好吧 好那我们第四模块结束 我们回头来我们开始学习第五模块 第五模块我现在说啊 就整个成本计算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核心是要做题 它就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考大级的部分是一样的感觉 如果说你不做成本计算的题目光听 对吧 你听不出的所以然 就感觉飘在空中落不了地 所以一定要结合成本计算的具体的题目 结合产品成本计算的那些表格 然后你得会填那个表 这种题目你才能得分 你光听理论 你把理论听得再熟悉 你不会填那个表 最后还是白答 那个题目你还是得不了分 所以这个部分 希望大家更多的时间花在我们飞跃必刷体的那个部分 然后去把那些填表的这个工作给夯实好 所以课上呢 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会相对的不在这花太多的时间 当然考课关系的那些部分我们仍然会给大家讲清楚 但主关系的部分我们会在飞跃必刷期的那个环节 带着大家花更多的时间去进行训练 好那先给大家打一个这个铺垫 然后我们开始进入到第五模块的具体内容 第五模块这里面涉及到了三章 比较清楚 13 14 15 我们教材当中讲成本计算的这三个部分 每年涉及到的分数呢 大概在15分左右 一定会考译到主关题 这是没跑的 对吧 你不管抽哪套试卷 成本计算肯定会出现在主关题当中 不出现就怪了 我们一共采管就三边的内容 你说有一边不出主关题 不可能 所以你不管抽哪套试卷 肯定都会遇到这的主关题的 至于说他讨什么 13章可以讨 14章也讨过 15章也讨过 但是从概率层面上来说 13章的讨查概率是最高的 其次是13章和15章去做一下结合 最低频的一个主关题的讨查在14章 所以14章一般情况下是讨特关题的小计算 好这些我们先说清楚 然后我们来说第83剂 有关于辅助生产费用的归记和分配 这是有关于产品成本计算的基础性的内容 辅助生产成本的这个Rager分配两种方法 一个直接分配 一个交互分配 这里面需要你特别注意的是两种分配方法的一个区别 区别 这样的方法的区别呢 其实就在于我到底算几个分配率 对吧 你看直接分配法 我是直接对外分 所以呢 在计算分配率的时候你只需要算一个分配率就行了 但交互分配法 交互分配法就意味着你有两部分配 第一步叫对内分配 第二步叫对外分配 对内分的时候你要计算一个对内分配率 对外分的时候要计算一个对外分配率 在计算对内和对外的时候 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它是有顺序的 你不要先对外分了再来对内分 人这里面是有先后顺序的 你必须得先对内分 分完了再去对外分 对吧 这是有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前后关系的 然后在对外分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了 怎么对外分 是要把对内分完了的那部分 加上对内分配转入的 加上减掉对内分配转出的部分 形成你对外分的基础 然后再去算对外的分配率 所以这是我们所讲两种方法 本质上就是算一个还是算两个分配率的问题 算两个分配率 有没有一个前后顺序的问题 就这个地方希望大家注意好 然后第八十四季呢 就有关于我们的完工产品和再产品的成本分配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整个产品成本计算的一个最为核心的内容 在这个成本分配当中 我们有好多的方法 这些方法从考试的频率的角度上来说 我希望大家重点把握的就是这个 对吧 你也很清楚了 约当产量法 约当产量法 它本身其实是需要去考虑一个完工程度的 然后我们按照一个约当完工的这个比例来进行再产品和完工产品的分配 完工产品当然约当产量是不存在的 对吧 完工产品就是完工产品 所以约当产量是针对于再产品 我们要算一个它约当于多少件的完工产品 所以这叫做约当产量的概念 然后在这个计算当中 我们其实就要去考虑我们怎么去算这个产品成本 我们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加权平均 一种是先进先出 那在这两种方法下 我们需要大家去注意的是分配率的计算是不同的 我们来看通装率卡这个部分 如果是加权平均法 来看一下分配率怎么算 分配率 分配率 分配率来回想一下 别管我们在这里面用的是算什么分配率 分配率都有一个统一的公式 那个公式是什么来着 还记得不 还记得不 分配率有一个统一的公式 那个分子和分母分别是什么呀 分子是代分配费用 分母呢 是代分配的标准之和 所以我们在计算所有分配率的时候 其实就是去看我代分配的费用是啥 然后呢 我的分配标准是什么 然后把这个分子和分母确定好了 放到对应的位置上 分配率就算出来了 那么如果我们是用加权平均法来算计的分配率呢 怎么办 你看分子 你要分的是啥 分的是我所有的成本嘛 而成本包括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你月初的成本 一个是本月新增的成本 这就是我们总的要分的那个成本 这就是代分配费用 分母 你要分到哪去 分配标准是什么 咱在这里面 首先你要把握清楚 是约当产量法用于什么 用于再产品和完装产品的分配 所以你的分配标准 当然就是完装产品和再产品的产量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要去算完装产品的产量和再产品的产量 只不过在这里面再产品的产量 你得算的是它的约当产量 把它跟完装产品的产量加起来 这就是你的代分配标准 所以分配的费用有了 代分配标准之和也有了 两个一除就是分配率 乘以完装产品的产量 就分给完装产品的成本 乘以月末再产品的约当产量 就是分给再产品的成本 所以这样的话 加上民进法我们就算完了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相对理解起来复杂一点的呢 是我们后面要说的先进先出法 这个方法仍然它的关键是在于分配率的计算 然后分配率的计算在这儿呢 仍然是套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原则 就是分子和分母分别去行确定 分子上我们要确定的是代分配费用 分母上我们要确定的是分配标准之和 这个地方代分配费用 你就会发现少了一个 对吧 刚才我们说的是月初再产品的成本 再加上本月新发生的生产费用 而现在我们在先进先出法下 我们要分的只有本月新发生的生产费用 为什么月初再产品的成本没了呢 月初再产品的成本难道咱们就不分了吗 要不要分 要分 但是怎么分啊 全部都给完工产品 就不要分给再产品了 对吧 所以那个分配率它分没分 分了 只不过分的时候 就是全部一次性的都给完工产品 不要再分给再产品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咱们这个方法叫先进先出 你的月初已经开始进入到生产线 完工了一个部分 比如说完工程度40% 你剩下那60% 是不是当月优先要完工呢 因为你是先进先出嘛 你都已经是在产品了 所以本月完工的时候 优先先完工你的这个部分 所以到了月末 这些所有月初是在产品的 它到了月末都是完工产品 所以我额外发生的这部分的费用都应该要跟前面的月初在产品一样 我们要把它归到我们所说的那个完工产品的成本里面去 所以这里面它就不存在 还要在完工和在产里分了 一次性都进到完工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在完工和在产里面重新分配的 是我本月新发生的那些费用 因为假设我新发生了100万的费用 这100万的费用最后落到期末的时候 你想这100万的费用我花在了呢 新发生的这部分的生产费用 我可能花费在了三个位置 第一个 我这100万的生产费用 花在了月初那些在产品 它是不是还在产呀 它完工程度成功只有40% 本月我还需要继续追加完工60%的程度 它才可以最终完工 所以我这100万的生产费用 第一部分就优先花在了那些月初在产品的后续加工生产里面 这叫先进先出 对吧 所以你一块花给了它 然后这些100万还花在了谁呢 还花在了我本月投入的这部分的生产 对吧 本月投入本月完工了 所以我里面还花了一部分 就是本月我投入进去了 本月它就已经实现完工了 所以这部分也是我这个花钱的地方 还有一部分 是我花在了 我本月投入了 但是到了月末的时候呢 它还没来得及完工 它只完工了60% 那这60%不就是你当月的投入吗 所以它一共花在了三个地方 那这三个地方就是你要去分的那个分配标准 所以你看我们的分母就出来了 分母的分配标准分别包含了我们月初在产品在本月追加完工的月当产量 第二个部分 本月新投入本月就已经完工了的产品数量 第三个部分是月末再产品的月当产量 所以这三个部分是你要把本月生产费用往下去分的一个基础 然后这样我们就计算出来分配率 然后乘以这里面的对应的项目就分给了对应的这个产品 对吧 那完工产品是什么 来完工产品是什么 完工产品包含这个一和这个二 对吧 三是再产品 所以你要说分给完工和分给再产 完工产品一和二加起来都是分给完工产品的 三是分给再产的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先进先充法的分配率也就搞定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对于先进先充法如何去理解 那先进先充法下的完工产品成本呢 完工产品成本就包含了两个部分 对吧 以着是月初的再产品成本要直接进入到完工里面来 第二个部分呢 是我们所说的月初的这部分的再产品 本月又不就追加完工了吗 所以月初再产品本月追加的完工也需要加进来 还有本月投入本月就已经完工了的这个部分 你要把它加进来 所以这些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完工产品成本 这是我们所说的整个月当产量法 大家要把它当作最为核心的内容和知识点来进行掌握 那再往下第85个知识点 第85G就是关于连产品和副产品的成本分配 这个内容呢 其实是在主观期和客观期都考过的 那在客观期考察的频率也相对还算比较高 在主观期当中呢 也可能会涉及考察 但是考这个部分呢 它的难度都不大 这里面有三个方法 分离点售价法 还有呢 可变现净值法 还有就是实物数量法 这三个方法当中 最喜欢考的是可变现净值法 所以就相当于说 你得汇算可变现净值 可变现净值怎么算呀 可变现净值就是你 最终那个产品的销售的价格 扣减掉进一步加工需要额外花费的成本 就是它在当前这种状态下的可变性净值 那你在分配的时候 核心还是算分配率 所以这三个方法的本质 是差在哪了 差在了我们的分母 代分配标准之和上 对吧 如果我是用分离点售价法 你的分配费用 或者你的分子 代分配费用 都是联合成本 因为在这本质上咱们是对联合成本进行分配 对吧 所以分离点售价法 是分配标准 用分离点售价来作为分配标准 而可变现净值 是用可变现净值作为分配标准 那实物数量法呢 是按照我整体产品的产量 来作为我整体的分配标准 所以这三种方法的本质 是在于我计算分配率的时候的分母不同 所以你把这个核心把握住了之后 接下来所有的计算应该也就人缘而解了 那么在副产品的成本分配当中 我们用的是扣除分配法 也就是说我们优先去确定 是吧 先去用简化的方法确定成本 就我们从总成本当中 把这个成本扣掉 这个副产品的成本扣掉 让我们剩下其实就是主产品的成本 所以在这里面 它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连产品 要去计算分配率 然后再去重新分 这个逻辑不太一样 它是用扣除法 简单用加减法来进行计算的 而前面我们所有的分配率 它这种其实都是要通过 这个具体的分配率计算 或者单位成本的计算 来往下去进行成本分摊的 我们来看一道题目吧 来看这种题目其实很简单 它不难 但是考试的时候 这种题目一定是送分 请你得拿分的 你公司生产了连产品C和D 1月份呢C和D在分离前 发生的联合成本是400万 那这不就是咱们的带分配费用吗 咱就要分它嘛 对吧 然后呢C和D在分离之后 继续发生的单独加中成本 分别是300和200 加中之后 C产品的售价是1800 然后呢D产品的售价是1200 然后问问你 用可变形净值法来分配联合成本的时候 咱们怎么分 怎么分呀 怎么分 大家自己动手可以算一算 我们挨着来说 C产品 带分配费用是多少 带分配费用是多少 带分配费用是不是400 对吧 好分配标准呢 分配标准是不是用可变形净值啊 所以咱就得把两个产品的可变形净值加起来 第一 C的可变形净值 1800 减掉300 对不对 那D的可变形净值呢 是不是1200 减掉200 这不就是他们的带分配标准之和吗 所以这样的话分配率就有了 然后对应的 你要算C 你就乘C的这个1800减300 乘出来 这就是要分离它的这个联合成本 那对应呢 如果是乘以 1200减200 就是要分给D的这个联合成本 所以这个计算很简单啊 考试的时候 所以我说它考在主观期呢 就送分期 考在特专期 也是送分期 你这种分数是一定要拿到的 好 然后我们来说第86级 86级我们涉及到具体的产品成本计算的方法 这里面呢 有三种方法 一个品种 一个分批 还有一个分布法 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这三种方法 首先特专期可以去考他们的对比 适用情形是不一样的 品种法 我们适用于大批大量的单步骤生产 管理上也不太需要你计算每个步骤的成本 那么分批法 我们是适用于一些单件小批量的这种生产 而分布法和品种法最大的区别来自于他们都是大量大批 这个是相同点发现了吧 但是 一个是单步骤生产 一个是多步骤生产 且这个多步骤风产在整个管理上 我们还要求要计算每个步骤的成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能用品种法 而必须要用分布法来进行计算了 所以在这儿是希望大家要把这两种方法 要能够核心的区别开来 同时我们在下面的计算成本对象的时候 因为方法不同 所以当然成本对象不一样 计算器 两个是定期的 一个是不定期的 关键就在于分批法不定期 因为你是跟着生产批次走的 所以它这里的生产周期是一致的 但是它这里整个的财务核算周期是不一致的 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要注意 然后最后就涉及到的是说 我们要不要在完中和月末在产中间去进行产品的分配 这个地方大家也需要稍微做一下区别就可以了 所以这张表格主要应对的其实是我们的客关题 主关题的角度上 最喜欢考察的是两个分布法 说是两个分布法 但实际上考的是三个分布法 分别是逐步综合节省分布法 逐步分项节省分布法 以及平行节省分布法 所以这三个分布法都有可能在考试当中出现 至于你抽到了哪一个真不好说 所以大家不能单纯的因为说 去年好像考了某一个分布法 所以今年肯定是考另外一个 或者考另外两个 不一定的你怎么知道抽到了那套试卷是什么 有可能我们收到了这个或者设置的三到四套试卷当中 三个方法肯定都有分布 那就看你抽到底抽哪套了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大家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压题的可能性了 所以大家就按部就班的 老老实实的 你把每一种方法都掌握好了 这才是真正有必要的 所以这几个方法我们稍微来关注一下 第一 逐步节省分布法 在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是 它要分布去进行计算 同时在分布计算的时候 其实是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成本节省的方式 那成本节省的方式 我们通过一个图形的方式来让大家去理解 更好的知道这里面是怎么节省就好了 第一个综合节省 综合节省的意思 是我不带着前面的这个料工费的具体性质节省 我是直接把它作为一个半成品户 直接往下节省 节省到下面第二车间的时候 是直接当做直接材料全部进来的 但是这个直接材料是真的直接材料吗 是吗 不是 因为你看把它追溯回去的时候 追溯回去的时候 它里边有直接材料 有直接人工 还有制造费用 这些都混在一块了 作为了一个半成品户 然后直接进到下一个生产环节了 在下一个生产环节 我不再去区分所谓的料工费 而是杂揉在一起 作为一个半成品户 直接放到这些材料里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逐步综合节省分布法下 最后还需要有一步什么来着 拿批诺区 能不能回忆起来 这个方法我们最后要干一步什么来着 那个步骤其实大家最头疼了 对吧 那个表不未甜 要干嘛 要成本还原 对吧 所以这个点就是一个特传级的考察点 所以我问大家不是无缘无故的 你说你能不知道吗 当然你们都知道 但是这三种方法下 哪一种方法要用成本还原 哪一种方法不用成本还原 这就是特传级的一个考点 特传级有可能在我们的多选题当中 给你一个选项告诉你说 在逐步分项节省分布法下 由于我们跟这个平行节省分布法的 这个比如说计算逻辑不一样等等等等 解释了一大堆的理由 然后最后告诉你说 所以我们的逐步这个分项节省分布法 需要做成本还原 错 我们需要做成本还原的 只有逐步综合节省分布法 或者他这里说 说平行节省分布法下 需要做成本还原 也不对 所以你在这里面就这个 本身就是一个扣软级的考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成本还原在哪个方法下需要用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我们来看分项节省分布法 它跟综合节省分布法的不同 就来自于说 我其实也是这么往下节转的 对吧 我也是按步走往下节转的 但我往下节转的时候 我是带着里边的料工费节转的 你看里边这个半成品库 有料有工有费 那我对应的就是 直接材料 节转到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到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到制造费用 所以我按照分不同的项目 往下做节转的时候 最后你还需要做成本还原吗 还有那个大垃圾桶吗 没有了 所以你还原它干嘛呀 不需要还原 所以这是分项节转的一个 基本的含义 好 那平行节转和前面的逐步 综合节转 分项节转 到底差在了哪呢 差在了下面特点的这个部分 特点部分 请大家跟我看最后的这段话 提示里面的 提示里面告诉你说 这里的完工产品指的是什么 完工产品 指的是企业最终完工的产成品 好了 那我来问问大家 看看这里面 这句话你还能不能准确的理解它 我们有三个车间 我们就以这幅图来看 一车间 二车间 这里没有三车间 我们就两个车间吧 一车间完工产品 二车间 二车间完工产品 四十间 一车间完工产品的完工程度 就是在整个生产线的完工程度来说 大概是60% 也就是说它还有40%没干 是要到二车间去做的 好那我问问你 请问在平行这种方法下 我们的完工产品数量是多少 完工产品数量是多少 三个选择 你看第一个是20加40 60件 第二个就是20乘以60% 2612 12件加成40件 52件 第三个就是40件 那你说是多少件呀 平行这种方法下 那我们是多少件 40件 对吧 你一定要看的是最终完工 中间每个步骤的完工产品 你都不用管它 步骤的完工都不是完工 它还需要有后续生产步骤 所以我们真正的完工是那张 最终完工产品 一定是走完所有流程当中的最终完工 所以在这是依照完工产品的定义 大家把握住 那第二个 也就是说 我不管是站在一车间 还是站在二车间 还是站在三车间的角度上 我的完工产品始终不会发生变化 不会因为我现在在算一车间 所以完工产品就是一车间的完工产品 不会因为我在算二车间 所以我的完工产品就变成二车间的完工产品 而是站在任何一个车间的角度上 我的完工产品都是三车间最终的完工产品 所以在这是需要大家理解的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是某步骤的载产品 看到了 这个描述方法是不一样的 你看到这个细微的区别了吗 我们不是说这个采管是考这个理科考计算 采管经常在跟你玩文字游戏 采管经常就在文字上里挖坑 为什么我们做了半天 最后最怕的是那个文字型的选择题 原因就是在这儿你最把握不清楚这些概念 而这部分内容是最难的 你看 我先把这句话给你画出来 我们在讲完工产品的时候 我可没有讲某个步骤的完工产品 你发现了吧 所以我们说完工产品就是一个完工 在每个步骤当中的完工产品都是一个数 但是再产品可不一样 再产品你看到我前面就讲了吗 某步骤的再产品 所以你站在不同的车间 你站在一车间 二车间 三车间 你的再产品数量是不一样的 再产品的计算方法和逻辑 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不同的 所以在这里面 你看我们要看步骤去算再产 好了 那这个某个步骤的再产品 是什么意思呢 两个 第一 是要包括本步骤尚未完工的再产品 以及本步骤虽然已经完工 但是最终还有后续步骤 而后续步骤还没有完工的产品 所以这是两部分构成的 所以你的再产品当中 第一 来我问问大家 首先 假设咱在这里面要算一个再产品的这个约当产量 那么 这里面有两个再产 第一的是本步骤再产 假设我们本步骤的完工程度 是 这里面我刚才说了 这里面假设我们就把这个20当做是再产品了 现在我们这20不是完工产品了 这20是再产品 一车间有20件的再产品 再产品的完工程度是60% 二车间有40件的再产品 这40件的再产品的完工程度是60% 好 带着这个数字 有印象了啊 记住啊 就这么点数字 比如说我把这PPT翻回去你就忘了 一车间20件商品 再产品 这些再产品的完工程度60% 二车间40件再产品 40件再产品的完工程度60% 好了 翻回来 来我问问大家 本步骤再产 我们现在站在一车间的角度 现在站在一车间的角度 一车间本步骤再产数量 是往后要不要乘那的60%啊 要不要乘 大家评论去张所 本步骤再产的时候 我后边要不要乘那的60% 要不要 要 好 所以这是要乘60%的 然后 我这里面的再产没完啊 对吧 我不是除了本步骤未完工的再产 还要包括本步骤已完工 但是后续步骤还没有完工的再产吗 对吧 所以我第二车间还有再产 那的再产也要这样 所以这叫做后续再产 来我问大家 后续再产 请问我要乘那的60%不 我要乘那的60%吗 因为我后续再产也没有完工吗 那我第二车间那的再产品不是完工程度也60%吗 那我也再乘一个60%呗 错 不要 那你后续再产要乘多少呀 你再乘100% 然后同学问了 那100%哪来的呀 题目条件里面压制就没说100%呀 这100%你咋成的呀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你看一车间二车间它是有生产顺序的 你必须一车间完工了之后你才能到二车间对不对 所以二车间的这个40件的再产品 它是不是相对于一车间来说一定是一车间的完工产品 对吧 只有你一车间完工了这个产品才会流转到二车间 你二车间的再产品也好完工产品也好 一定相对于一车间来说是一车间的事都干完了 才到二车间的 所以它有一个产品流转的顺序 生产是有节奏的 是有流程的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 我们看完工程度 我们一定要站在本步骤去看本步骤的完工程度 所以本步骤的再产 当然它的完工程度就是60% 但是后续步骤的再产 它都是站在本步骤已经百分之百完工的情况下 才进入到后续步骤的 所以后续步骤的再产 相对于本步骤的完工程度都是百分之百 明白了吧 好了 所以在这儿请大家注意了 不管你后面还有多少的步骤 每一个步骤的再产品 它相对于这个步骤来说 它都是完工产品 你都得往前加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那点大的逻辑 所以这道题目我们说的是两个车间 三个车间呢 四的车间呢 五的车间呢 你后面是不是只加二车间呢 三车间不管了 四车间不管了 后续的所有环节的再产 相对于本步骤的再产来说 都是百分之百的完工 所以这是都要考虑的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整个平行节转分布法下 我们如何去进行再产和完工的定义 好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稍微来梳理一下平行节转和逐步节转的一个区别 那这部分的通转绿卡呢 主要其实是帮大家去应对特转题的考察的 主转题的考察 我说回到我们的飞跃必刷题当中 我们结合真正的主转题 帮你去填表 那时候你是得知道成本的表格怎么算 怎么填的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更多的是应对特转题 如果出现在多选题 让你比较这两种方法 从何比较 从哪切入啊 第一个要不要计算半成品成本 逐步节转分布法 不管是综合节转还是分项节转 都是要计算半成品成本的 但是平行节转不算 平行节转我算的都是每个步骤 对于最终的份额 而不是每个步骤的半成品成本 所以你要让我计算每个步骤的那种 半成品成本我是算不出来的 我是没有办法做过程管理的 然后同时第二个 完装产品的口径是什么 逐步节转分布法下是本步骤的完装 看到了啊 是本步骤的完装 而平行节转分布法呢 是最终的完装 所以这是两个的差别 在产品的口径呢 逐步节转分布法下是本步骤的在产 都是本步骤的 完装也是本步骤的 在产也是本步骤的 但是平行节转分布法呢 平行节转分布法是一个广义的在产 它包含了本步骤的在产 和后续步骤的在产 而且后续步骤的在产 相对于本步骤而言呢 完装程度是百分之百 这是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 最后要不要做成本还原 只有逐步综合节转分布法 需要做成本还原 而分项节转和平行节转 都是不需要的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大家 去注意的几个特软体 讨查的角度 好了 然后接下来第88季 88季是有关于标准成本的概念和种类 那这个标准成本呢 其实我们会有两个概念 首先一个叫标准成本 一个叫成本标准 那这两个就是有不同的 所以它的整体的区别 大家通过这张表格 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这个部分我们不再给大家 再去做过多的解释 这个部分 大家这个扣后 自己读一读就行 从考试的角度上 这个不是考察的重点 考察重点在哪 后面标准成本的分类 这是考试的 这个特软体的 比较喜欢考的地方 第一组叫做 理想标准成本和正常标准成本 这两个成本 我们怎么去做区分呢 怎么去做区分啊 看清楚了啊 条件是什么 理想标准成本 是那个你跳一跳 你都够不着的 叫做最优条件下 最优 你能够得着不 够不着 那是太理想的一个目标了 那么相对你跳一跳 能够得着的是哪一个标准啊 正常标准成本 所以实际上是效率良好的形容下 就是我现在的效率 其实不咋地 我还能提升 对吧 但你说我那个极致 我能拿到吗 达不到 但我要把它调整一个 比较优秀的状态 比较一个良好的效率 我还是能达到的 我跳一跳还能够着的 所以跳一跳能够着的是它 而跳一跳够不着的是 理想标准成本 那因此理想标准成本 在这有什么意义呢 它是帮我们揭示了 整个成本可以节约的空间 到底理论上有多大 但你真的能节约这么多出来吗 节约不了 所以它揭示的是 一个成本下降的潜力 但是它不能拿来做考核 所以最后这句话非常重要 理想标准成本 是不能拿来做考核的 因为你如果拿这个做考核 就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考核结果 对吧 因为你怎么努力 你都实现不了 那能拿来考核的是什么呢 一定能拿来考核的是那些 你跳一跳能够着着的目标 所以正常的标准成本 是能够拿来当做考核的 那么它跟理想标准成本的大小 关系 它一定是大于理想标准成本的 但是呢 它会小于你的历史平均水平 要不然怎么叫做优化呀 对吧 你优化来优化去 肯定是要比你以前历史的平均成本水平 要来的低 但是呢 它会比你的理想标准成本 要来的大 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考核指标 是更合适的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组关系 大家要把握住 然后呢 第二组关系我们要分清楚的 就是现行标准成本和基本标准成本 这两个 它的最本质的区别是在于 我在什么条件下 我能动这个成本 你看 基本标准成本 一经制定 一般是不予变动的 在什么条件下变呢 只有 这是叫 这个 它说的是只要 那两种方法 你看我说两种方法 其实都对 它说 只要生产的基本条件 没有重大变化 就不变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 叫做 只有生产的基本条件 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候 我才变 这是类似的表述 这两种表述 大家要理解它其实想表达的意思是类似的 这种是都可以的 那么关键是在于 在这里面的那个基本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怎么去定义 什么叫做基本条件 什么叫做基本条件的重大变化 这些地方是关键 那么 这是第一个 基本标准成本 那第二个叫做线性标准成本 它指的是 你要根据整个期间 什么价格呀 效率呀 生产经营的利用程度啊 等等这些所有的变化 只要发生变化了 我都要去调整 对吧 我要让它时刻的能够适应得了 我们整个外部的这些变化 能够实时的去做评价 好 所以呢 基本标准成本 它是不适宜直接拿来做评价的 而对于线性标准成本呢 它其实是可以拿来做评价的 因为你的基本标准成本 它不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嘛 而线性标准成本 它是随时都在调整 随时都在变的 它可以动态讨合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组关系 那这个第二组关系 关键就在于 我刚才所讲的 基本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是啥意思 来 这里面我们再看一道题目 看这道题目 大家能不能回忆的起来 这道题目你先做一做 做一做 要是回忆不起来 等下我们再来看通关绿塔的总结 甲公司制定产品标准成本的时候 采用的是线性标准成本 下列情况当中 需要修订线性标准成本的有 来ABCC的选项 大家选一选 选什么呀 ABCC的选项嘛 全都选 对吧 全都选 肯定是都得选的 你就不要再去判断什么了 因为线性标准成本 就是只要我外部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 无论是效率变化 价值的变化 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变化 这些都需要调 而基本标准成本 什么情况调 重大变化 而且是生产的基本条件的重大变化才调 来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 生产基本条件的重大变化 第一个 产品压根都不适宜的产品了 A产品变成B产品了 产品的物理节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你还不动你的标准成本 等啥呢 对吧 你这个产品都已经变样了 你原来这个翻页器塑料外壳的 现在呢 这翻页器是钻石做的 现在这翻页器是黄金打造的 你说在这个层面上 你还说你的标准成本没变 很显然变了 你的物理节奏和整个的这个材质 都发生了重大的基本条件的变化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 整个的这个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价格 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也就是说原来你的这个 这个黄金对吧 你黄金打造的一个翻页器 黄金就作为你的原材料 市场上的价格是有一个标准市场的 那黄金的价格大家知道 它其实是经常有剧烈的波动的 那假设我们市场当中的某一个这个原材料 它的这个价格发生了不可逆转的 非常重大的长期变化的时候 那你要不要调呢 当然要调 你的这个原来这个材料一点都不稀缺 现在变成了一个稀缺材料 这稀缺材料价格猛涨 那这种情况下 你还不去调你的这个标准成本 很显然也不对 所以重要原材料的重大变化 这是要调的 劳动力价格的重大变化也是要调的 这一类人才过去好像这个 很很普遍 但现在呢 比如说像这种民间手中一品 这种手艺越来越失传了 最后就没几个人会了 那这种情况下 劳动力价格陡然增加 因为能够有这部分能力的 这个市场的劳动力资源 或者人才非常非常的稀少 所以这是一个松少周少的一个 不是松少周少 松少周多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整体的劳动力市场的价值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你也需要去做调整 或者是当我们整个市场的 这个平均的劳动力的薪资水平 都发生了一个整体的上浮 或者整体的下降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个对应的调整 最后一点 就是当你本身的这个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 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的时候 那你也需要去做调整 所以在这我们要看到的就是 它所有的变化都是一些不可逆的 长期的底层的根本的变化 你看物理结构的变化 压着这个产品都不是一个东西了 然后呢生产工艺的根本变化 原材料架构和劳动力市场的根 这个重要变化 对吧 所以他都强调的是 那些变化的程度得非常的重 那对应过来 是不是我只要这个所有的这个市场的产品的架着 或者说我们的原材料的架着 劳动力的架着 只要发生了变化 就一定要去调整 不一定的 看到了啊 如果是市场供求关系所导致的 比如说像我们章材这道题目里面所提到的 季节原因所导致的 材料架着上升 你要调不 就同样的A选项 A选项你在线性标准成本上面要去调 但这不也是材料架着上涨吗 那材料架着上涨咱刚才所说的那个 基本标准成本不也有这一条吗 那A选项如果是问你说基本标准成本要不要动 那你要调不 不调 因为它是季节原因 所以呢 它是我们所说的供求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 它不是我们的根本的重要变化 那第二个 生产经营能力利用程度的变化 你也不需要去调它 所以你现在生产经营能力利用程度比较低 你未来有可能高 现在比较高 未来也有可能会变低 所以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它是随时有可能在波动 它不是一个一直持续影响下去 一个非常深远的 非常一直不变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是一个持续波动的状态 所以你就不要调 然后呢 还有就像工作方法改变所引起的一些效率的变化 你现在这个工作方法是可以提高效率 但过一两年之后 这个工作方法可能又低效了 对吧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 为什么这些重大变化不停 底层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它不是一个长期的变化 它是一个过程中间有可能会持续变动的变化 供求关系会随时变 对吧 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也会随时变 你工作方法能够对工作效率提升了这个程度也会随时变 它不太像我们前面物理节奏变了 那它就已经不是这个产品了 是永续的影响 你的生产工艺变了 那永续的影响 你的原材料价值 劳动力市场价值整体水平提升了 这是永续的长期的影响 所以你得去调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对于这个点 大家一定要理解透了 因为这个部分考试的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经常考到 好了 89G标准成本的制定 标准成本的制定这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去确定的时候啊 会需要去确定一下它的用量标准和这个价值标准 所以你就去看清楚 分别的料工费的用量标准和价值标准分别视察就好了 这个部分其实不难 那需要你去注意的一个小的细节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面的包括 你看价值标准当中 除了那些正常的那些单价单位成本以外 还要包括发票啊 运费啊 检验啊 和正常损耗的成本 所以它题目当中 如果给你一些正常的损耗 那么你是要把它放到你的价值标准里面去的 非正常损耗你不用算 对吧 不用把它定义为你的标准成本 但是正常损耗是标准成本 用这个价值标准里面的一个部分 这是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呢 也一样 直接人工我需要大家注意的 其实也是这里面的包括 包括直接加重必不可少的时间 必要的停工和间歇 以及不可避免的废品耗用工时等等 这些也是你需要去考虑的 所以题目当中给到你这些什么间歇啊 停工啊 只要它是必要的 只要它是正常的 只要它是不可避免的 那你都要把它纳入到我们的整体标准成本的用量 或者价值标准里面去进行考量 好了 那制造费用的标准成本就不说了 跟前面其实是一样的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讲到的 对于整个标准成本 我们如何来进行这个确定 那么今天正好到20了 我们也这个不脱疼了 好吧 大家呢就今天这个内容也挺多的 尤其是第四模块 你还是要好好消化消化 但是下节课请大家注意了 下节课我们肯定是在这个第一小节的这个特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这99G结束掉 那么从第二小节的特程开始 我们就开始给大家去讲非越必刷题 那从下一节课来说 我们非越必刷题 大家会把第一模块和第二模块的非越必刷题给大家讲了 在这里面呢 我还要跟大家再去这个提前 这个做下这个解释 所有的非越必刷题 我们的主关题 基本上是会给大家主题来进行讲解的 客专题我们并不会把所有的题目全部都讲一遍 因为我现在从后台大家的做题数据来看 从你们作业完成的情况来看 像第一模块 所有的客专题 基本上正确率都在95%左右 都在95%以上 所有的同学基本都能做对的题目 我们再在课上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给大家每道题都讲一遍 这是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我的时间 没有必要 对吧 那所以呢 我需要大家的是什么 来跟我做做配合 主关题 我希望大家是能做客后 你按时的把这个作业给完成了 你要没完成 你要真的说 我就是最近这个加班真的特别厉害 然后我真的没时间做 那我也请你把客专题做 好不好 就大家至少你要把客专题做了 然后我从后台 我能够看到大家客专题的数据 然后呢 我可以在客专题当中 把那些大家整体错误率比较高的 这种题目我挑出来 然后对应的我们在课上花时间 把这种客专题给你讲了 然后主关题的部分呢 我们会一道题一道题 带着大家去做分析 这样我们整体去把整个飞越必刷题的部分的效率给提上来 而不至于说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讲那些你明明都能做对的题目 那就没必要了 对吧 所以这是整个飞越必刷题的部分 所以我希望大家这个尽可能的课后把客专题至少你都得做了 好不好 APP上或者是PC端上或者你PID上面都可以 你在哪个平台上做 你的数据其实都会在后台我们能看得到 所以呢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重点的去给大家去讲这些部分的题目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大家也好好在课后消化 我们在周五晚上我们再继续我们最后的这90到99集的内容 然后我们就会顺利开启飞越必刷题的篇章 那我们就下次课再见了 拜拜